2019年紀韓年初年又到了 在新年年十年生肖的運程將會如何呢? 哪個生肖在今日特別好運呢? 哪個生肖在今日凡太歲特別要小心和謹慎呢? 所謂一年之際在於春 如果想好好把握新年開始的話 首先要知道2019年紀韓年的立春在何時呢? 2019年紀韓年的立春在2019年2月4日 11點28分早上的 即是農曆的12月30年年30萬 簡單來說 今天是屬於先立春後過年的一年 在立春前出生的嬰兒 你還是屬於狗 一定要在立春後出生的嬰兒才屬於豬 屬虎的朋友來到豬年 屬於好懷親半的一年 今年屬於太歲六合的一年 合即是代表人緣好 有滾陰的傷作 但同時亦是太歲傷破 即是容易人事紛爭 影響到人世的關係 事方面來說 今年屬虎的朋友有一個太陰性 太陰是代表女性貴隱 所以今年容易得到女性貴隱的幫助 如果你本身從事的行業 是跟女性有關的 例如美容或服裝來說 你的運氣比其他屬虎的朋友 都比較好 當然今年明宮中有一個逐步和天官府 代表有一個小隱降臨 所以工作環境充滿陷阱和挑戰 特別要謹慎吞獻 吞獻即是代表競爭者 在你背後虎視眈眈 隨時將你的機會來所謂的清奪過去 所以特別要注意身邊的小隱 至於做生意的屬虎朋友來說 今年的歐神 即是代表用這個計劃 胎死腹中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年凡事都要小心 和看定跌才可以做 在採雲方面來說 今年屬虎的朋友 採雲相當不錯 因為太帥六合 即是代表有貴隱幫你爭財 加上玉堂星 即是代表金玉滿堂 所以今年在正財或偏財方面來說 收入都相當不錯 但今年同時也有三個破財星 在你明宮中出現 第一個就是觀索星 即是代表今年有人為你借錢 所以千萬不要連借錢給人 可能是一隻不回頭 第二個就是望神 即是代表遺失財物 大頭蝦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年要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 第三個就是揚印星 揚印星即是代表一些意外的事情發生 連到你大破財 所以今年屬虎的朋友 都要小心用錢 屬虎朋友今年的感情生活 其實都相當不錯 因為今年人員相當好 所以今年應酬和活動的機會特別多 但因為今年明宮中有一個孤神星 尤其是單身屬虎朋友來說 今年特別容易收藏自己 如果你本身繼續這樣來說 今年可能戀情就是吃白果 至於有伴侶或結了婚的屬虎朋友來說 今年可能應酬多 所以特別容易忽在身邊伴侶的感受 建議你不妨多抽些時間 跟對方去旅行或溝通 而維持本身的感情生活 健康方面來說 今年屬虎朋友特別有小毛病 例如鼻肝敏感 偏頭痛或皮膚病 所以今年要維持足夠休息的時間 否則健康容易走下坡 當然因為明宮中有陽韻性 代表血光之災 所以今年特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尤其是交通意外方面 建議今年屬虎朋友 不妨多穿五米白色或綠色的衣服 或者多些女性聚集的場合 可能有機會認識女性貴人 在風水佈局方面 建議今年不妨在所謂的南方地方 放紅色的物品 可以化解是非 亦可以在西方位置 放水種植物或金屬品 提升你的人緣 相信我的朋友都會有所移民 是否所有在梵太歲的生畜 今年運氣特別差些 而合太歲的生畜 運氣特別好些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十二生畜 只不過是根據你出生的年份來看 如果你很想清楚 知道自己在2019年 諸年的運程度是怎樣的 就不妨去買 2019年諸年報喜的運程書 根據你出生的年、月、日 來看你諸年的運程度是怎樣的 除此之外 書裏也包括一個綿相 來預測你在2019年的運勢 包括風水佈局 和諸年的通信 或者一些所謂的過年的習俗 例如什麼時候開工 什麼時候接財神 如果你很想把握自己 在諸年的運程來說 就不妨去大眾書局 購買一本 諸年報喜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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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